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下第一秀水 这里不仅生物资源丰富 湖底还藏着两座千年古城 给千岛湖增添了不少神秘传闻 据说就在最近 这千岛湖里还出现了一种神秘生物 它体型巨大 实性异常凶猛 所到之处鱼群大量消失 当地人都称之为水老虎 一时之间 关于千岛湖 有神秘水怪袭击鱼群的事 被传得沸沸扬扬 究竟这隐藏在湖底 具有如此大破坏力的生物 是何物种 此次同去大冒险 水域寻踪 为你揭开千岛湖神秘水老虎之谜 他抽了我一尾巴 这个也太大了吧 他们两个咬起来了 老师 他们两个咬住了 这个是什么呢 水老虎 我们今天发现了水老虎 好 那经过一圈打听呢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关于这个水老虎的一些线索 好不好 还有哪些特点 相望的 而且体型怎么样 很大 力量呢 也很大 游速应该是那种非常快的 对不对 对 据我们当地的这些村民说 那你们想想老虎一般都是用来形容森林之王 水老虎就是我们水中之王 那因为我们的千岛湖实在是太大了 那我们就先找个渔船 在我们的这个湖面上巡视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好不好 好 但是我们要格外小心 对不对 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召唤出来我们非常有用的 五一套的大明星Max 给我们带来一些冒险道具了 有请Max 哇 看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平板 还有树包 来 你们两个可以飞起来 如果我们的冒险线索中断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还有五一套在线轻舍二英语 提供给我们的冒险锦囊 谢谢Max 那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跟五一套学好英语 探索奇妙新世界 走喽 走 他有意思的 还有 要做高线哪里 所以他就转发了 很重要的 他其实冒险 好 咱们觉得 很多东西 都要靠回来 好 都有 有点 那 是 国陆 是 你 都要靠欲 不 你 走 我 就是 你 水里有一种特别凶猛的生物 叫水老虎您听过吗 鲑鱼吧 鲑鱼是一种什么样的鱼 野生鱼 带吃的 它吃的那种小的小鱼小虾 那有没有吃稍微体称大一点鱼的 因为小鱼小虾可能还不是 那我们本地人捕捉的话 也就是说小的多 大的很少 小苗姐姐 你看这里这么多岛 会不会是在岛上一些不知名的生物 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哥我们这有什么特色的岛 或者岛上有什么非常奇怪的生物没 猴岛 蛇岛以前也有 但是只能说明我们这儿确实生态环境很好 岛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生物的 大哥我看前面那个 那个白色的棚子是干什么的 这是一个熊鱼基地 那种鱼的体型大吗大哥 大 很大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好 好大呀 天哪 你看那个已经有15年了 它的体重能达到100公斤 它的年龄已经15岁了 感觉他们也太大只了 而且大哥就这么站在里面 也不觉得害怕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鱼导到网乡里面去 我们正在工作人员正在搬鱼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他们一下 好啊你们可以下到水里 那小朋友可以下去吗老师 因为水比较深 小朋友可以近距离地观察 那这样好不好 就是我们毕竟还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觉得我还是下水近距离地观察一下他们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种非常神秘的生物好不好 好 让一让同学们 他们不会攻击我吧老师 不会不会 你确定吗 确定 老师我看就是这些体型稍微大一点的鱼导 它的颜色有点像金色 那种黑的话它就是很黑 上面有白色的这种线条 因为我们现在这儿有不同的鱼导的品种 每个品种它们的体型大小 它们的外观 它们的重量都不一样 像现在在你脚下的这个最大的是 来自于野生 来自于黑龙江的 我们进行人工养殖的达氏黄 它已经有20年的年龄了 然后它的体重能达到了100多公斤 这是大的老师 那老师我们就帮您进行这个搬鱼的工作吧 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专业 可能需要您来那个教我一下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我会 来 我们 他抽了我一尾巴 他劲儿好大 先把他的头 对 他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抱他的方式 要先怎么着老师 要先把他的头抱住 然后把他的身体舒展开 然后抬起来以后 然后这样 肃轻地放过来 被他抽一下应该很疼吧 投资好 学习棒 不要套补同巨大冒险 稍后继续 让一让同学们 他们不会攻击我吧 老师 不会 不会 你确定吗 确定 老师 我看就是 这些体型稍微大一点的巡鱼 它的颜色有点像金色 那种黑的话 它就是很黑 上面有白色的这种线条 因为我们现在这儿 有不同的巡鱼的品种 每个品种 它们的体型大小 它们的外观 它们的重量都不一样 像现在在你脚下的 这个最大的是 来自于野生 来自于黑龙江的 我们进行人工养殖的达氏黄 它已经有20年的年龄了 然后它的体重能达到了100多公斤 这是大的 老师 那老师 我们就帮您进行这个搬鱼的工作吧 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专业 可能需要您来教我一下 我们一起来 好 来 我们 他抽了我一尾巴 他劲儿好大 先把他的头 他好像不怎么喜欢我抱他的方式 要先怎么着 老师 要先把他的头抱住 然后把他的身体舒展开 然后抬起来以后 然后这样 轻轻地放过来 被他抽一下 被他抽一下应该很疼吧 还好 我找小一点的 来 这个就你吧 你都来了 来都来了 走 好 对 好 好 可以 厉害 好重 厉害 厉害 真棒 真棒 那我们一起试一个大的好不好 我觉得大的我肯定自己搬不动 你好 你好 这条鱼有多大多重 这条鱼已经有20年了 然后他的体重达到150公斤了 韩老师告诉我们 鱼鱼跟恐龙都生活在白厄纪 当年恐龙灭绝 它却存活了下来 所以有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而且它是淡水鱼里面体型最大的 寿命最长的鱼类 看来很符合水老虎的特征 天哪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还算是非常珍贵的 对 它是国家二类珍稀物种 我们通过人工养殖 给它进行繁殖增殖 来保护这个物种 就让这个品种不会灭绝 那它们有可能会吃一些鱼类吗 不会 因为它们第一个它们没有牙齿 没有攻击性 它们的嘴巴是在头的下面 它只会贴着底吃一些底细的生物 一些螺背之类的 这个我们能够看一下它的小嘴巴吗 好的 它是完全没有牙齿的这个鱼 对 你看 它的嘴巴是在下面的 像一圈嘴唇一样完全是 它吃东西是靠吞的 不是靠去咬的 也就是说 这个鱼实际上没有什么攻击性 对 性情很温顺 没有攻击性 而且你们看这种 从网牙里游进来的小鱼 它都不会吃 不会攻击 所以它真的应该没有什么攻击性 更不是吃鱼为生的 那它可能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水老虎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 要帮老师完成他的工作 对不对 毕竟我都下来了 那我们就一起参与帮老师 那个运这个鱼 好啊 好 感谢 好 老师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吧 感谢你的心听工作 我们请您品尝我们的玉子酱 来作为感谢 为了感谢小喵姐姐的心情付出 老师请我们品尝了美味珍贵的鱼子酱 与此同时 我们也跟老师了解到 在千岛湖中并没有野生的鱼鱼 虽然鱼鱼的体型很大 但是它性情温顺 没有攻击性 那它就肯定不是我们要找的水老虎了 那老师跟您打听一下 您知道就是我们千岛湖里有一种非常凶猛的生物 叫做水老虎 就是说它特别的凶猛 游肃又快 力气又大 而且就是当地渔民就是非常苦恼 就是因为它的出现 可能鱼会大面积减产消失啊这种 让我想一想 好像在千岛湖的一千多个岛屿中 我记得有一个岛叫劳山岛 好像以前发现过这个野生的羊子鳄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种动物 羊子鳄鳄鱼有没有可能 鳄鱼也游得比较快 对 而且你就别说说吃鱼了 它凶猛到就是我们看那些纪录片里 什么河马呀什么就是那些小鹿啊 过河的时候也经常会遭到热议的袭击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是鳄鱼 正好我知道附近有一个也是人工养殖的 羊子鳄的养殖基地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看看有什么线索好不好 好 好那也谢谢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么美味的这个午餐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也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羊子鳄的保护基地 对不对 可是我们这一路过来这么多的池子里 为什么没有鳄鱼啊 但是这些岸边有很多的洞 是不是他们逃跑了吃了狐狸那个鱼啊 你的意思是他从这里打洞 然后通到了湖里吗 对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这么多的洞 前面听着好像有很多人哎 你们听到声音没有 听到声音没有 你们过去看一下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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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鳄鱼 看到没有掉在那个棍子上 在哪儿 哇 要出来吗 要拿出来吗 哇呀 小心点 老师 你好 老师你好 我们现在可以靠近吗 可以的没关系的 可以啊 哇 他自己在 哇他在攻击 啊 那个 那个 那个鳄鱼就咬到那个鳄鱼了 对 他们两个咬起来了老师 他们两个咬住了 他的 你看他的嘴咬到了他的上额 哇 这个声音 他的嘴张得好大 你看他的牙 快去 快去 这个力气来的好坚实 哎 老师 您能过来吗 你站在那里 我们一直找不到的 没事的 过来过来 没事的 老师 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为什么要把这个鳄鱼 挪到这个车上 我们把这具鳄鱼 运到一个温室里面去 一个郭冬 这个是成年羊泽的 现在已经七岁了 我还以为是小鳄鱼 你觉不觉得感觉体型 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对 羊泽是体型最小的 最温顺的一种 老师 那我们平时这些鳄鱼的话 一般都是吃什么呀 鳄鱼一般都是吃那种 白莲跟牛肉 还有其他的黄蒜 甲鱼之类的 白莲是一种鱼对吧 对 一种鱼类 也就是它是会吃鱼类的 对 那它吃得快吗 吃得很快的 吃得很快 你要想鳄鱼 刚才那个张开那个嘴 嘴巴有多大 感觉一口可以吞掉 好多鱼的感觉 是不是 对 羊子鳄虽然是鳄鱼品种中 体型最小的 但凶猛的模样 吓得冒险组连后退 再不敢贸然靠近 最重要的是它也吃鱼 我们可以历尽稍微观察一下吗 老师 可以的 没关系的 往前走一步 好 老师它发出的这个叫声 是威胁的意思吗 那肯定的 因为你在捕捉它 它肯定要防守的 它一般的叫声就是这样吗 就感觉很像一辆摩托车的感觉 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雄性跟母鳄 它两个都是不一样的叫声 那刚才这个叫声是雄性还是雌性 雄性的 那雌性是怎么叫的 雌性就跟猪的叫声一样的 雄 而且你看它身上 是不是其实厉远看很像一块块的石头 而且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它的鳞片很坚硬的 您平时敢摸它吗 可以的 看一下 好 老师算了 老师算了 我感觉你手伸下去的一瞬间 里面有一万辆摩托车 就一直在发动启动的感觉 因为基地的杨子鳄要过冬 老师还得继续进入鳄鱼池抓鳄鱼 小喵姐姐决定一起去帮忙 顺便近距离观察一下 杨子鳄到底符不符合我们要找的水老虎特征 我需要先看您示范抓一条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 那反正您先过来吧 等你这个打火的啊 那只要掉下去不完 老师你先小心点 老师你站得上 他能受得了两个人的重量吗 还好 你别晃老师 小心一点 下面有鳄鱼 我知道 那老师您来吧 我先看看 他这么乖的吗 要不你来抓一只 我不知道怎么提起来老师 您先来一只 他的嘴是冲着你的老师 没事的 别别别你别掉下来了 哎呀 你别把他 不用把他没事的 老师你别乖啊老师 你让我先走了 大胆脚一点不要疼 你们两个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哈哈 老师啊 啊 怎么突然这么多鳄鱼啊 这个水抽干了吗 人都看得到了嘛 要不先给你抓 你确实把这个套着 背着脖子就行了 把这个绳子一拉就行了 我捞哪只都比较逃了 他们离我有点远 就你距离的那条 就这个吗 就这只 你抓紧我 放心吧 哎呀 我套 我套上了吗 这再不够 再往摩扎再套一下 哎呀 好重啊这个竹竿 算了还是你吧 我套出了吧 把这个后面的身上 拉一下就行了 现在可怎么办老师 拉脱上来 哎呀 啊 啊 老师 老师来给你 老师我不行了 他好凶 他好凶啊 我的妈呀 老师哎呀 别别别别 哎呀我脚儿啊 哎呀别别别 我真的 你怎么那么小歹呢 你加油啊你的 你们两个 就别站着说话 不要疼好不好 我不要紧就求你了 你再抓一只吧 那我就再试一下好不好 好 老师他们现在都动起来了 刚才一动不动 现在都很活跃了 现在对他有威胁呢 就是因为动静有点大 可能把他们在睡觉都吵醒了 因为我确实觉得挺吓人的 要不然咱们两个一起试一试 那可以 那是小的吧 小一点的 对对对对对 小的好 这也没有很小老师 哎呀 哎呀 这个凶 老师我帮你扯着这个吧 哎不不老师有点松了 他那个脖子一直在扭啊 好老师我试试把他带出去好不好 紧一点老师 好老师为什么二姐的脖子一直在扭啊 死亡犯鬼 老师他进口袋 帮我扯一下 你别 定好了 脚出来 走走走老师 走 哎呀 慢点啊 等一下老师 慢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老师 我只是把鳄鱼给套上来了 还把我给扯上来 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 来 那我们这里都是这种 就是这种大小的鳄鱼吗 那不 有小的 有今年刚孵化出来的小鳄鱼 小鳄鱼 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 嗯 可以的 这边就是今年孵化的 哇 里面好热啊 因为我们现在都用这个趋暖去 给它进行加温 在近时 这个时间当然是25度以上 也就是说 如果在25度以下的话 可能它们就不近时了 对 它近时可能是量小的 低于10度左右的话 它就越冬了 这就是今年孵化的 有 它现在多大了 几个月 9月份孵化的 三个两个月 老师那它现在一般吃什么呀 这么小的时候 嗯 现在我们就是抓那种 河里面那个小虾跟小鱼 那样活体的 活体的放在里面 哦 这样让它们就是练习一下 就是捕捉 运动一下 自己在里面捕食 那老师 因为我们听说 在千岛湖的这个劳山岛上 有野生的这个羊子蛾 您知道什么 如果有的话 肯定是很多年以前的 在目前还要没有发现 那是这样老师 我们就是听说在千岛湖附近 就是出现了一种 名叫水老虎的生物 就是它出现的时候 就是鱼群会大量的消失 然后就是在最近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这个羊子蛾 嗯 羊子蛾应该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鳄鱼都要越冬啊 对哦 鳄鱼是要冬眠的 像这种天气 它们一般都待在洞里过冬 也不用进食 怎么可能跑到千岛湖里 去袭击鱼群呢 那羊子蛾也就不可能是我们 要找的水老虎了 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也特别谢谢老师 这次给我们的帮助 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就是我们的一品欧能多奶粉 老师谢谢您 谢谢 老师我们的一品欧能多奶粉呢 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而且它是给我们的宝宝们 提供安全可追溯的有机营养 并且它完全不添加任何的折糖 任何的香菌 是绝对安全自然好吸收的 所以特别感谢老师对我们这次的帮助 这个就当我们给您的一份小礼物了 谢谢 谢谢老师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的 老师再见 拜拜 走 完了 我们的线索彻底断了 不要灰心 你们还记不记得 Max最开始有给我们留下冒险锦囊 对啊对啊 不过这个就要靠你们自己连线 512TALK在线亲上而言语的外国老师 解锁锦囊 让我来 嗨 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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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orter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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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喋 I love you in the sky Reay you made it 趕快打开紧张看看 千岛湖马上要举行 巨王捕捞的活动了 可能他们知道些什么 哇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小七了 果然学英语还是 五一talk更专业 我们的线索圈是靠你拿到的 你英语唱得真好 平时是怎么练的 平时英语老师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让我练习口语 我跟你讲啊 咪雅 因为五一talk呢 是跟外国老师 一对于学英语的 只要像刚刚那样呢 跟我们的外国老师 进行对话练习口语 你也可以表达得非常流利哦 要不然今天晚上 你回去就去下载一个 五一talk最线轻少儿英语 学起来好不好 现在下载还能 零元免费视频呢 好 被称为中华艺角的巨王捕鱼 是千岛湖捕捞队的独门绝活 据说捕捞队的夜队长 拥有轻鱼绝技 算得上是千岛湖最懂鱼的人 究竟这被称为巨王的网 到底有多大 我们又能否找到水老虎的线索 为了找到答案 冒险组前往捕捞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一探究竟 您好 请问你是叶队长吗 是的 您好 您好 我们是同志大老虎 小朋友 天哪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 这里好大 我看刚才从那里路过 还有餐厅什么的 对的 这个是我们的补牢队的一个队部 这个我们一直往后走 我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船体就像航空母舰 像这个的话 你看看这个机器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绞网机 就是说收这个蓝网的 我们的网 这个长度有一万多米长 高度其实五米高 人工拉 是不太拉得起的 全部是用这个液压的 这个绞网机绞 老师您刚才说 咱们这个巨网骨鱼的这个巨网有多大 巨网的话 它一次性能够包围这个水面 大概五千亩 五千亩 冒险组看到的这两艘大船 就是捕捞队湖上的航空母舰 八十多号人都生活在船上 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 捕捞队每隔十天左右 就会进行一次巨网捕鱼 听说最多可捕上来 八十多万斤的鱼呢 那其实是这样的业队 我们这次来找您 是想跟您打听一个 就觉得您从事这个捕鱼 已经三十多年了 肯定也是见过多识广 就是您有没有听说 我一种叫做水老虎的鱼 有的 这个水老虎听说了 那这个我们千老虎 其中在99年的时候 非常的多 到了这个现在的话 目前就很少了 水老虎呢 其实说它这个体型呢 是从鱼圆形的 然后比较长的 头是尖的 这个鱼类来说 它是属于这个羞猛性鱼类 而且听说它出现的这个地方 就是鱼群会大面积消失 就是可能食量很大 是的 这个鱼的为什么这个胸母呢 它一天到晚就拼命地吃 然后它这个游泳的速度 非常的快 它这个速度 可以跟怎么说呢 可以跟这个 这个动物世界里的 这个豹香皮买 其实说可以比一下 然后呢 它那个嘴唇边缘呢 跟刀口一样的 很快的 尖锐 如果说我们的手啊 不小心这个放到那个嘴巴上 它一下合的话 肯定我们皮肤都会破掉 所以说这个鱼 也是 对我们千岛湖来说 我们也是叫做这个 这个亥鱼 它这个 看到这个往下里的鱼 它想吃嘛 它就从外面 穿着钻进去 给电影 穿着钻进去 钻到往下里 然后不停地吃 吃吃吃吃 每天吃 吃了差不多了 鱼也长分体了 长了 可能在进去的时候是五六斤 出来的时候二十两斤 它这个冲击力非常大 一般的鱼网 它都会冲铺掉 听完夜队的描述 我们对水老虎 更加充满了好奇 刚好 一会儿捕捞队就要去收 前两天下的巨网了 冒险组决定 一同前往 究竟这次巨网捕鱼 能不能幸运地找到 传闻中如此厉害的 水老虎呢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骑网了 去我们这个巨网捕鱼的地方 亲眼见证到 这一个巨网到底能捕多少的鱼 会是一个怎么样壮观的景象 然后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而且我们收网 毕竟也是一个力气活 所以就是 我作为同趣冒险组的代表 探约这一环节 然后我们小朋友会在 附近的这个渔船上 希望我们这个巨网之中 哪怕能够看到一条水老虎 一定要一定要 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 业队我们现在是不是脚下 就已经是布好的大网了 这个是我们的包围圈里面 然后呢 今天已经进了一部分鱼了 那我看到前面有几艘鱼船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我们收网的地方 对对对 您说这个五万斤的鱼 然后就我们这个怎么操作 能把它收上来 感觉我们这个船也装不下呀 另外装鱼的 有装鱼的活鱼运输船 那一艘船可以装这个两万斤 两到三万斤 然后我们这个船有共总共有两艘 先装一艘起 然后在第二艘再出来再继续装 就是这样的 老师为什么我看大胳膊都站起来了 站在这个边上 开始准备拉网了 在这里拉什么 那我站在哪个位置 老师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吧 你在中间呢 好 那我在中间好吧 来 来中间 好 来两边一起放那一点 放那一点 放那一点 刚才队长跟我们讲 我们就重复这么一个拉网的动作 要重复整整15分钟 我现在真的开始还没有 一分钟我就累了 金色的一条鱼 有鱼 鱼已经跳出水面了 看到没 对 好多 跳出来了 我跳多了了 我发现 各位那个工作人员都很淡定 你们发现没有 对啊 他们肯定见很多次了 天呐 我感觉 这个网越来越沉了 我感觉他们要飞出来了 一二 黑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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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哇 哇 太壮观了 我的天啊 哇 金色鱼好大啊 八哥 我们还能不能走出迷路森林啊 咦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是指导 里面肯定有线索 全是新闻 看不懂 这是一句过于天气的谅语 它的中文意思是云向东 由于变成风 八哥 天天 你们看 天下的云真的在东边 锦囊是在二十五门要往东走 没想到 你现在能读懂锦囊里的音语 你平日是怎么学音语的 我在这里学的 你们可以像我一样下载一个51talkAPP 上面的真人外国老师 一节课只叫我一个人 由于学起来很正宗的 是的 五一talk上的都是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授课 现在下载还可以免费领取 一对一精品外教课程 还有专属英语测评报告 走出这边树林 我们就一起上五一talk学英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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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航 学习棒 五一talk同学大冒险 稍后继续 口语好 学习棒 五一talk同学大冒险正在播出 本节目由首席学习官 五一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 冠名播出 孩子口语好 学习棒 下载五一talkAPP 本栏目由 值得中国航天事业信赖的 一品奶粉特约播出 对象我们捞出来这种金色的鱼 代表着什么 这个其实鱼王 万万没想到冒险组参与的第一次拉网 就发现了如此多的黄金胖头鱼 夜队告诉我们 像这种金色的鱼非常的稀少 所以他们将其称之为头鱼 捞到之后都会放声 以祈求更好的兆头 可惜第一网没有发现水老虎 现在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最后一网当中了 金蜜啊 你们两个要注意看啊 OK 知道啊 看看有没有水老虎 已经开始拉网了 还没有看到一条鱼 感觉第二网我说起来比第一网熟练多了 开始重了 有一点重点了 知道 天哪 天哪 密密麻麻的 已经有几条鱼飞进来了 来了来了 一 二 黑色 一 二 它们全都跳起起来了 这里有没有我们要找的鱼啊 这个是什么那个 这是什么 水老虎 我们这边发现了水老虎 就是这个鱼吗 对 我们这边现在发现了水老虎 老师说这种鱼就是我们要找的水老虎 对 它的嘴真的很尖 对 老师我们能现在把它摘下来吗 对 把它先放到我们的甲板上 是 好 我们还是不耽误我们的工作为主 先把我们的工作完成 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地来看这条鱼 果然就像老师说的 它是一个猛子扎进去的 看到没有 所以就卡死在我们的网上了 这第二网刚拉没多久 竟真发现了水老虎 这让冒险组激动不已 接下来的捕鱼盛况 更是让冒险组惊喜连连 这个也太大了 好大一条鱼 我们刚才也从这一网鱼里随机拿了一条 就这么大 我的天 老师这个大概有多重 你估计 大概32斤左右 32斤 冒冒看了 它会不会抽 我 我好重 我真的抱不动 真的好重 这真的太 这真的太重了 这条鱼是一点沉的 太重了 我真的不行 我站不起来 队长这是什么鱼 这是胖头鱼 就是用鱼 这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胖头鱼 对 长得很可爱 就是您抱上这个 就感觉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像福娃一样 对 那队长 就是这个我觉得已经很大了 您所见到过的 就是捕捉到的最大的鱼有多大 这个不算大的 大的五六十斤 这么长 那应该人都很难抱得动了 你看这么大 这么一条鱼就很难抱得动了 当然除了刚才的丰收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喜悦 更让我们觉得开心的 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 这个水老虎终于出现了 是的 而且就像我们老师说的 它是挂在那个网上的 一看就是往前冲的时候 对 卡在里面的 卡在这里 卡在这个脖子后面一点点 就得卡在这里 所以刚才我们把它摘下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费了一番力气 然后感觉身上的鳞 其实也掉了一些 你别看这个水老虎这么小 个体这么小 它这个力气非常的大 你看你这个头 我其实看到它 是觉得有点害怕的 它这个嘴巴真的好尖 你看着很凶猛的样子 你看 所以说一般这个吃小鱼很厉害 所以我们也抓紧时间抗岸 然后跟我们的小朋友会合 把这个这么高兴的消息 跟他们一起分享一下 是的 好长 水老虎 是不是就像队长说的 是长条型的 对 而且头很尖 你队长 这条鱼大概有多大吗 这条鱼应该不大吧 这条鱼大概有五六斤 六七斤肯定有的 那就是它在我们就是水老虎里 应该算是幼年期或者是 幼年期 算是小的了 对 像这种鱼的话 它一年能够要长到最起码是十斤 一年能长十斤 对 就是那队长我们就是现在那种 很大很大的这种水老虎还能看得到吗 现在我们这个水里 这个水库里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们这个把这以前这个捕捞的 这个特大的这种水老虎 给它制作成标本 当成这个我们前老虎这个 一个渔波馆 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 就是可以看到巨型的 我们那种水老虎 对 那我们也就是带着我们这个 已经捕捞上来的就是活体的这个水老虎 去我们的渔波馆 具体看一下那种大的好不好 好 好 五一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 五一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 投资好 学习吧 五一talk同趣大冒险 稍后继续 同趣大冒险 还有跳舞吧少年全国报名通道已开启 快来报名吧 余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小文你好 你好 老师我们这次来就主要想跟您打听一下 关于我们千岛湖的这个水老虎 我们也带来了这个咸鱼饭一号 擀鱼 对 它就是那个我们千岛湖的水老虎 对的 它这个鱼叫擀鱼 它是吃千岛湖里面的小鱼卫生的 是我们千岛湖最凶猛的一种鱼卫 它这个最大的年龄长到一百多斤 我们管理就有一条 啊 将近一百斤 那老师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可以啊 走走走 我们去看看 哇 这个标本是不是真的很大 很大 很长 老师这种鱼都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捕食的过程 它游动的速度比较快 完全冲不去 就可以跟安生的老虎一样 捕食一样 它每天不停地吃不停地吃 它是 它长一斤肉的话 将近吃掉十斤以上 不停下来的吗 它一个肠子是一个直肠子 吃了就直接可能就排泄了 消化就排泄了 消化很快 对 难怪说我们当地这些渔民大哥说 鱼群会大面积消失 对不对 其实有一条这样的鱼在湖里 是不是就已经杀伤力很大了 那是 这条鱼的话长这么大 可以说就吃掉十五百斤 四五百斤了 你们仔细看看它有没有牙齿 这个牙齿 它是长在这个筛的后面 是河龙那个地方 你现在摸是很难摸摸的 鱼馆长告诉我们 杀鱼原本是生活在长江之中的 因为最开始千岛湖的鱼苗都是从长江里捞回来的 可能顺带着这其中就有杀鱼 只是没想到它繁殖的特别快 造成的破坏力也巨大 所以在九几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捕杆队 捕了将近二十多万斤的杆鱼 以至于现在千岛湖中就很少见到它的踪影了 所以就是我们当地的渔民大哥叫它水老虎 不仅是它真的很凶猛 进食又多 也是对大家的危害实在是也像一样 对鱼也长得危害很大 我曾经记得是有一年的话有一条鱼 将近有八十八公斤左右 那像它长成八十八公斤这么大的体型 大概是要吃掉我们千岛湖里多少的鱼 很难说 这个也可能吃掉三千斤都有可能 三千斤啊 三一千斤左右都有可能吧 天哪它的进食量真的太巨大了 对 好吓人啊 这个就是从圣国念来说 它这个鱼你说它是一个害鱼 但是也有益处 因为它这个鱼存在了以后 它要吃鱼 这个鱼就要平民地跑 它就会增强吃它鱼的体质 还有就是有时候老药病残的鱼 它就给它消灭掉了 有点像清高夫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 它会把一些肉少的 肉少的那种动物吃掉了 嗯 留下来都是有比较强壮的 嗯 然后呢就可以四代连续下去 所以大自然就是这样优胜劣汰 就是是缓缓紧扣的 对对对 所以它存在一定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对 那现在呢 我们也已经揭开了这种水老虎的神秘面杀 它什么 赶赶鱼 是的 这是一种体型非常大非常凶猛 近视量也很大的鱼 这种鱼的存在呢 可能给我们当地的渔民产生了很大的困扰 但是就像老师所说的 优胜劣汰本来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一定有它的价值 只要我们合理地利用 控制它的量 是不是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的生态平衡 对不对 对 嗯那这次你们两个也表现得非常棒 在这儿呢 那小苗姐姐也有礼物要送给你们 召唤出我们512TALK的大明星 麦克斯 麦克斯 来了 那你们每个人呢都将会获得 512TALK在线青山而英语 送出的外教一对一精品课大礼包一份啦 今天是今天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想和外国老师一对一练口语吗 那就赶快下载512TALK APP 免费这些小奥点同款课程吧 亲切的外教有趣的课程 就在512TALK APP等你们呢 我们这次同序大冒险的任务 成功啦 多年的水源地滋养 让千岛湖的鱼类资源十分的丰富 这里也是水老虎最喜欢的地方 虽然它颇具杀伤力 但是世界万物存在即合理 优胜劣汰本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就在刚才杨老师正要带我们去看富蛇的时候 接到了当地村民的一个电话 说在附近的这个老宅子里 无意间发现了一条蛇 而这种蛇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富蛇 所以我们现在也跟杨老师来到了这个老宅子里 希望能有所发现找到我们要找的这种富蛇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所以你们要十分 怎么了 你们俩怎么了 富蛇可是有毒的 你们俩 先后退一步 老师 老师快让一下 老师快让一下 好吓人 老师他的嘴巴 好吓人 是吗 我赶快把他那个 你看 放开 补蛇带领